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小张27岁 来自黑龙江大学助教 小周22岁 来自黑龙江戴役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我总觉得他太有优越感了 总觉得像我高攀他似的 像我老父亲一样 规划我的人生 他以前很崇拜我 是我小迷妹 现在对我审美疲劳了 我希望他心里只有我 你们之间存在什么误解 他老是自我感动 你对我好多命令来控制我 他性格比较懦弱 我比他大几岁 我有责任 把他照顾得非常完美 我们具体讲讲吧 怎么一回事 就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 两年多了 但是我就感觉 他对我的态度 就好像是越来越敷衍了 并且我就觉着 他想什么 然后他就会去强迫我去 遵从他的想法 这样我觉得很累 他总是说 我像老父亲一样管他 然后我比他岁数大几岁 可能社会经验 也比他多一些 我总想给他生活 出谋划策一下 然后他就很烦我 经常说我特别唠叨 具体说说呗 就拿我本科毕业的时候 有一场毕业旅行 当时我想去大理那边去玩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规划 但是他就偏要去马尔代夫 他觉得那边会更好玩 然后他说机票什么钱 包括从头到尾的钱 都是他付 但是我就是觉着 我没有看到大理的美景 我其实也挺难过的 那后来是去的 马尔代夫还是大理 后来这个事也没去马尔代夫 因为我想着他没有出国 我带他出国去看一下 看过外面的海岛 后来我们俩就折衷了一下 去了那个海南 这次毕业旅行 我当时想要有点创意 那我就给他改成 那个结婚旅行吧 我们俩也谈了两年多了 我们想在结婚的过程中 还把旅行给办了 这两个事放在一起 就特别酷 他还能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就是秀一下 我当时还想着 就是把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 双方家庭接过来 在这次结婚旅行之中 见证一下我们的爱情 但是他就是觉得 我这个想法很荒谬 他说我 就是没有见过他的家长 说我太着急了 他就是说必须要做这个 后来我就想着 那我就折个钟吧 我就先带他回去 见见我的爸妈 回去见了我的爸妈以后呢 反正他也是挺不满意的 因为我爸妈就觉得 我现在太小了 他觉得就是 现在时机都成熟 是时候应该结婚了 不欢而散是吧 就是我就夹在中间 我觉得很尴尬 我问一下 那你要抛开爸妈的观点 他第一个就是问你说 咱们结婚吧 你的想法是 我是属于那种 想又不想的 因为我会觉得 我现在年纪有点太小了 并且虽然说是 对未来还是有憧憬的吧 但是他感觉没有做好准备 那就是还是不想 老师他之前还挺想结婚 也挺崇拜我的 觉得我生活中 能帮助他很多嘛 然后我今年是27岁 我觉得我到了年龄了 他觉得他没到年龄 然后他的爸妈也觉得 他女儿年龄太小 还没有经历过人生 没有看过这世间繁华 就结婚了太早了 我去了他们家之后 就吃了个闭门羹 然后他的爸爸说 你现在有房吗 然后问问我 现在工作稳定吗 我说现在有房 工作也稳定 但是他爸爸就说什么 你的工作和你的房子 什么都是父母给的 说你肯老 你现在没有这个资本 跟我女儿结婚 说我现在还得熬几年 说小子你做美梦的 想得太美了 他的爸爸反正对我也 也没有好的态度吧 我当时也挺伤心的 我觉得我爸爸这么做 也没有错呀 那他爱女心切嘛 他是怕我太早结婚 会怎么样 因为前阵子不 就是有一个采访 那个女性说 结婚你们认为 有什么好处 但是大家都说不上来 不是 他刚才替你说了一个 毕业旅行加上结婚旅行 两个旅行加一块 可以发朋友圈 对能发一朋友圈 多酷啊这个事 不是这俩旅行 加一块的目的是 我能发一朋友圈是吗 然后发朋友圈很酷 不是的 老师 我想着是我们未来工作 可能就是比较忙了 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 还不如这两件事 规划到一块吧 那你求婚了吗 还没求 准备在海南给他个惊喜 还没去呢 他没同意 我当时也在酝酿着嘛 他后来没同意 就是这事吧 我觉得规划有点问题 我没见过他爹妈 他没见过我爹妈 我就安排四位老人 一起配合我们 来一个毕业旅行 加结婚旅行 然后到了海南 怎么着还没怎么着呢 我要当着四个老人的面 在海南跟他求个婚 你让他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你说他要不答应吧 我爹妈都来了 允许年轻人 在规划上失误 当时我也想 这个事 我当时一盘脑门一热 自己筹划了好几个月 最后我感觉还是有问题 所以说去他家 见了他的爸爸嘛 但是去了之后 也吃了个闭门羹 然后后来我也再重新想 我们之间关系 应该怎么相处啊 怎么跟他的家庭去相处 通过这件事咱们了解到 男生愿意给女生 做一些规划 他可能事后也会觉得说 我不当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不重要 重要是你在规划 他还替你规划过什么呀 姑娘 就是人生大事吧 就像考研究生 我觉得就是凭借我自己的能力吧 可以说是在未来发展一下 但是他就是 对我未来其实比较渺茫 然后他就说 必须让我去考研 但其实我本质上 我是不太想考的 但是也拗不过他 他为此就是制定了 一系列的计划 包括几点钟到几点钟 学政治 几点钟到几点钟 学文化课 或者是学英语啊什么的 定期的要在微信上 就是给他汇报 那你自己不想考研 你想做什么 我做的是自媒体一类的 就直播这种 因为我觉得 本身就是现在 自媒体还挺火的嘛 然后大家都去玩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长得也还不错 如果说命运的齿轮转向我 就是我要是爆火了的话 那既可以就是满足我的爱好 然后又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再说我这么年轻 就是我奴隶吧 我觉得没有错吧 你做直播做什么内容啊 就是简单的唠唠嗑啊 或者是说 简单的拍一些 就是服装的那种 人是主播 对对对 他老想着这些 就是发财梦 抱负梦 我觉得他大好青春啊 就应该规划一下 要不提升自己在学历上 或者是找个正经工作 他那个直播才几个人看 他也刚玩 我觉得这个好像 没有太大前途 然后这事我俩闹得也 挺不快乐的吧算是 然后他还跟他爸爸说 说我老逼着他学习 他说他都毕业了 还逼着他学习 然后他爸爸还挺生气的对我 他不去思考 就是我到底想怎么样 就是他觉得对我好的 然后他就去强迫我 你喜欢做直播 你去学习研究过吗 怎么直播会更好 老师们他都不怎么研究直播 他就是喜欢 就是直播 对 我觉得喜欢直播没问题 你要像你男朋友说的 你要去学呀 考研要学 直播也要学 他是一样的 想要成长想要成绩都得学 我跟你讲 说不定你直播考研 会是一条新出路 真的 两件事情都不耽误 这是个好路 我觉得应该给他规划一下 你不用规划让他自己来 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 在生活中 就是很多事情上也是的 就包括就是 每次跟他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都会就是 让我去买单 然后私底下多少钱 他再转给我 他就是觉得这样 可能就是比较有面子 老师们他老说我这个事很幼稚 我觉得他这个人平时比较宅嘛 也不怎么接触外界 我想带着他 接触一下我的朋友们 认识认识他 然后呢 他在饭局里边也跟小透明似的不说话 最后我就想 摆钱给他让他结账 既能就是给我长点面子 也能让他刷个存在感嘛 他总觉得我指挥他 他说我不光干预他的职业 还干预他的生活 我感觉我做的也是为他好 为他好 是他爸他妈的事 就是你能不能俩人谈恋爱 就开心 严格意义上面来说 这姑娘已经22岁了 他好不好 跟他爸他妈都没关系 对 他爸他妈都不应该管了 就应该他自己负责了兄弟 怎么说呢 就是我对事情是有见解的 但是他可能就是说怕我做错呀 或者说他觉得他的想法 更加成熟一些吧 然后他就会这样 还有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他不解风情 每次什么过节啊 或者纪念日生日什么的 你看就是我的姐妹 包括现在年轻人不都是吗 就是男生会给女生 准备一些小惊喜啊 礼物鲜花什么的 但是他就是觉得没必要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转钱 所以我好好奇啊 一个22岁的女生 一个男人又管束他 又替他安排了一切 让他生活得比较压抑 然后这个人又不浪漫 跟这个人继续交往的动力 到底来自于什么 因为他就是 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管我 但是他做的那决策 确实是对的 就是我要是说 如果按照我自己做那个 真的会失败 因此今天你们俩来是干嘛的 我就是希望他以后 不要这么管着我了 就是说我也有自己的感受 我就是希望他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我做的也是力所能及的为他去好 你是希望他能理解你 对 你是希望男朋友能松松绑 是这意思吧 来吧 何女士 反正听完他们俩说这个事吧 我现在就感觉 好像我自己某些世界上 还是挺幸福的 你在某些世界上还挺幸福的 啥事啊 男朋友点头点的 就是他没有像这个男一样 给我这么大的这种压迫感的 感受到幸福了居然 来 周总 你好 我感觉他们挺好的 你看 我就知道啊 就是他现在那个状态 就看谁都挺好 看谁都挺好 是不是都觉得比你好 你看 你们两位呢 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 就是好心的 想为他规划点什么 但是就是可能是 他的好心 强加在女生的身上 就不一定 也是缺乏彼此的沟通和感受吧 嗯 我感觉他俩的问题 和我俩的问题差不多 就是都是缺少沟通吧 缺少沟通 先说女生吧 我觉得其实你是 有一部分纠结 也有一部分思考的 就是你会觉得 他对你人生的安排 是一种对你的束缚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正常的 但你同时也感觉到 他有一些好的 对你的建议 是可以采纳的 有一些建议是中肯的 是好的 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是控制 当成是建议 你自己做判断 你觉得我男朋友 这个可能他读过研究生 或者已经上班了 他的建议是中肯的 我愿意去跟他商量 然后去做出我自己的判断 然后我去执行 男生我想说的是 人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 即便你是爹 都没有办法代替 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 那他明明就没有走到 你27岁的年龄 他很多人生的体验没有 你要求他说 你跨过你的那个成长 你直接到我这个 27岁的年龄状态 就像你学车本一样 你是一天天要去学 要去考 要去上路 你才会开车的呀 他没有学 没有走过那些路 他怎么能一下会开车呢 你有什么资格剥夺他 成长探索他自己的过程呢 你做的都对吗 张老师 经过老师们这么一说 我感觉也有不对的地方 比如说 你还没有见过 他的爸爸妈妈 初次见面 就想安排人家到海南 陪你们两个人去旅游 并且当着他爸爸妈妈的面 初次见面 你就要跟他女儿求婚 你觉得你这个安排 是有点太着急了 所以你不能保证 你自己做的都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自以为是的 说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把人带勾里去 怎么弄啊 恋爱的时候 有时候两个人的碰撞火花 也来自于一方 不听另一方的话 他要都听你的 你不累啊张老师 他要都听你的 不拿自己的主意 你们这恋爱还有意思吗 其实我想说就是啊 张老师一直在想 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这很酷的事情 可能就是说 像我女朋友展示到 我多优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次就是 可能我想给她制造 一些浪漫和惊喜 恰巧一个东西呢 是你擅长的 比如说你比较优秀 然后呢恰巧另外一东西呢 你不擅长的 就是你不够浪漫 你女朋友一定是最有发言权的 她是不是感受到 你们之间代沟很大 所以要努力缩短这个代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说过任何的节日的时候 转钱的这种方式啊 我认为是不太巧妙的一种方式 你可以去在你女朋友的直播间 用一个小号来讲 来去问她 你最喜欢的浪漫是什么样子的呀 这样就能得知她的一些东西 慢慢的你就能了解她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好好在一起 但是你不要给女孩太多的束缚 因为过忧不及 在我的整体感受当中 我觉得你第一没有那么爱她 你更爱的是自己 你为了在她身上找到一种自信 和一种展现你自己能力的一个感受 第二就是我觉得你有点瞧不起这个女生 但是你的瞧不起其实不是真的瞧不起 而是觉得她好像有点配不上 或者说你想把她打造成更好的那个样子 然后你们才更加般配 所以我说的这些点仅供你参考 我是觉得呀 爱情是一件特别纯粹的事 我爱你可能因为你的样子 我爱你可能因为你的学识 我爱你可能因为你的身高 我爱你可能因为你的种种 我就是很单纯的爱你 我不想把你变成谁 我不想当你的老师 我不想当你爸 不想当你妈 我只想当和你好好在一起的那个人 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如果但凡在一段感情当中 想要改变别人 塑造别人的话 对不起 你爱的不是对方 是自己的 其他的没什么了 你们也很简单 老师愿意放弃少管管 就出来 我看今天女生主要说你少管我嘛 核心诉求对吧 老师说我还想就这么管着 那就别出来了 好吗 好 谢谢三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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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一对一对的来 下面即将打开门的 是告诉我们一个结局的 就是何女士和朱先生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交往 对这个问题 严老师有预测吗 虽然刚才女士特别坚决地说 我不 我怎么确定 就很嘴硬 但我觉得经过另外两对录制 她的思考 有转变 有转变 还是觉得从头到尾 这个男人还是对她很有感情的 所以我估计他们两个都出来 会出来的 双出 我不喜欢她出来 我觉得那个女生帮不到那个男人 好 来 我们看看她们自己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这个结果其实是能猜到 也好 因为 你不用看我 点醒了 说通话 对吧 点醒了某些人吧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 如果说这一段是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下一段其实才费思量的 你们觉得她们愿意接受现在的一个现状 不再逼对方一步了吗 我觉得可能不互相逼了 这份感情也就散了 我倒是觉得她们能接受异地恋 因为北京到河北 可能比大兴到海淀近多了 你是说时间长 就是 这什么异地恋 心要不在一起 就同在一屋 还有一个沙发 一个床 好 来 请开门 好 好吧 挺好 来吧 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 来 各位请见证 来 各位请见证 我们每位老师送她们一句话 你看你们就是分开了不到一个月 就发现其实尤其男生觉得 我真的还是很在意这个女生的 那就调整 能为女生做得尽量去改 女生也一样 也多一些温和 你们俩可能会相处得更愉快 你们两个都有夫妻相了 然后多多为对方让步 好好地向未来前进 放轻松 太不务实了 给你一个务实的建议 不管你们俩好不好 为自己也得养成一个洗澡的好习惯 是啊 谢谢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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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女生说自己的男生 一直在引导着自己 现在感觉到了压迫 男生就说 我是为你好啊 我拉着你前进 有什么错误吗 我的问题不让大家预测啊 就你们自己 对这段关系的期许是什么 我还是期待男生能听进去啊 给女生自己成长探索的时间 其实他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嘛 我一样的 我还是觉得这个男生 应该清醒一些 在恋爱当中 不要用为你好来剥夺对方的独立判断 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同龄人 如果他们两个是同龄人的话 他们两个可能不会在一起 我觉得女生应该尽快挣脱 否则的话时间线得越长 他自己就会陷到被别人掌控的命运当中 所以前两位老师是希望男生改变 张蕊老师已经不太看好了 删道老师完全是觉得不看好 认为女生越早跑掉 对对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他还是得教他 他们俩不会是分手了吧 不会啊 没有说分手啊 没有说分手 今天的出入门跟分手没有关系 只是一个生活态度的一个